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刚才拉了一车牛粪,发好的牛粪,上到这个菜园里边,到时候种菜,在这个菜园里种蔬菜市,咱们这个都是不上化肥的,不上化肥,不打农药的蔬菜,到时候能吃到,放心的蔬菜也能吃到 这可是上次纯纯的农家肥啊,这是啊 那里都没有 嘿嘿嘿 好了朋友们,咱们一共卸了三坨豆那个粪,牛粪啊,这是发好的牛粪,在这放上去吧,等过两天 这个菜园还挺湿的,现在不能撒开的,过两天干一干,然后再给它撒开的,把这个菜园给它翻一翻,然后就开始种菜了 咱们这个农村,你们看我们这地方,吃菜吃的时间短,因为冬天比较长嘛,我们这地方,太高寒地区 夏天比较短一些,就吃菜,吃蔬菜总共吃那么,吃不几天,但是呢,吃的蔬菜都是不上化肥的,咱们自己家种的蔬菜都不上化肥 没有农药,没有化肥,所以说,蔬菜的那个味道是非常好的,比那个我们平时买的那种蔬菜,吃着它是有味道的,非常好吃的 种蔬菜的时候得到六月份,才能种,把那个菜羊子,才能种到这个菜苗,才能种到这个圆子里边 咱们到时候看看怎么种的啊,会给朋友们分享的 好了,朋友们,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吧,谢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啊,感谢你们,然后欢迎朋友们多多地给评论转发,点赞支持一下啊,下期见,再见再见,拜拜